无论在孤单,也不要和以下几种人深交,否则就是自讨没趣,人的一生中,会遇到很多人,有的人帮助你成长,有的人教会你去爱人,有的人给你痛苦,有的人留给你遗憾,有的人带给你快乐,不管是哪一种人,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,更清醒地认清自己,但是生活中,总有一些人只会带给人痛苦, 遇到这些人,一定要保持距离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欢迎订阅朱子国学,人品很差的朋友,俗话说,尽朱者是,尽末者黑,一旦发现人品很差的朋友,你就要和他断交,否则你会变成人品很差的人,人性之间的干扰和渗透,让你防不胜防,屡是春秋里,有一个叫爱荆木的人,他要去远方,但是缺少盘缠,走到狐腹的时候, 恶晕在路上,一个叫丘的强盗健壮,拿起水壶,给爱荆木喂水,爱荆木醒来后,发现自己接受了强盗的馈赠,使劲抠自己的脖子,要把食物吐出来,然后就过世了,古人说,如爱荆木以食而不死矣,勿其意而不肯不死, 今此相为谋,岂不远在?为了自己的人品,我们应该聚接接来之食,不喝倒泉之水,古人可以这样做,但是今天的人,却处心积虑的想要得到财富,要成全自己,这是需要反思的事情, 爱慕名利的人,英国哲学家佛洛伊德·威廉斯曾经说过,在人生中赢得的或失去的朋友,与拥有或失去的任何物质财富相比,都不值得一提, 爱慕名利的人与你交往,看重的只是你的资源,而当你陷入落魄和困境时,他们就会选择远离, 我举个例子,之前我认识一个老板,他特别喜欢交际,隔三差五就邀请朋友吃饭,他一直认为朋友多了好走路, 可是直到他公司出事后,身边的朋友纷纷离他而去,只留他一个人独自面对困境,他才知道那些重视名利的人,根本不会交心, 真正爱慕名利的人,与你交心,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,一旦你没有了价值,他就会选择疏远你, 别和爱慕名利的人交真心,因为他只有虚情敷衍你,无脑吹捧戴高帽子的人,有一种伤害叫捧杀, 在言语中藏糖衣炮弹,上人于赞美之间,人贵有自知之明,做人必须明白自己的金粮, 不要将所有的鲜花和掌声都收于囊中,有些鲜花有毒,有的掌声不真诚, 面对身边人的吹捧很有必要保持清醒,有些成绩不属于自己,千万不要轻易揽工, 有些能力自己达不到就要趁早言明,别人的吹捧有的是出于敬重,有的是状况不明, 还有一种则是居心叵测,毁掉一个人最隐蔽的办法就是无脑吹捧, 拼命戴高帽子,让其骄傲,当一个人被捧得很高的不配位之后, 往往就会摔得很惨,常言道,得不配位,必有栽秧,被人吹捧的时候,千万不要太得意, 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细细思量对方为什么要如此捧自己, 诚服极深的人,诚服很深的人,十分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, 有时心里明明是这样想的,可表现出来的却刚好相反, 有时你甚至搞不懂他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难过, 他们的表情没有起伏,就好像任何事都不会在他心底掀起涟漪, 心思单纯的人在诚服极深的人面前,简直就像一碗白开水,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,有什么想法,或者什么是你的死穴, 他都了如指掌,没发生矛盾还好,如果哪天出现了分歧, 或者利益发生了冲突,他一定会非常准确的找到你的死穴, 迅疾出手,毫不犹豫的刺下去,让你防不胜防,无力反击, 最可怕的就是笑面虎,笑意盈盈的背后,藏着无数阴谋诡计, 这种人往往笑脸相迎,背后却藏着匕首, 鳄鱼奉承的人,有的人是鳄鱼奉承的人, 如果需要一个人的时候,就给这个人献殷勤, 这就叫无视献殷勤,非奸必到,就像身边有很多的工作者, 这些人看到一个人升官发财了,在这个时候就去巴结对方, 在对方的身边说很多好听的话,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, 然后也把自己提拔一把,这样的话,自己就可以借着这个人的手上为了,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经常对你是鳄鱼奉承的, 说明你在对方的眼中是有利用价值的, 你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你很优秀, 所以对方才会站在你这一边, 你更不要觉得是因为这个人和你是好朋友, 所以对方经常给你说一些好话, 其实是因为对方是一个借着势力让自己往上爬的人, 所以在这个时候,对方对你的好都是在利用你, 对方需要的是一个更高的平台, 在更高的平台上面发挥自己的特长, 得到更多的东西, 见不得你好的亲戚, 我们通常会认为身边的亲友会大力支持我们家的喜事, 可是别高估了人性, 有道是日房夜房, 家贼男房, 如果家里有亲戚使坏, 儿女找对象就难了, 在清平山堂话文里, 写了一个叫蟑螂的男人, 找了对象李翠莲, 蟑螂的哥哥嫂子, 嫌弃李翠莲说话大大咧咧, 百般挑剔, 说中招四言八语, 弄嘴弄舌, 成何以看, 哥哥还说叫父出来, 也就是说要给新来的对象, 一个下马威, 在哥哥嫂子的脚盒下, 蟑螂的婚事告吹了, 除了日常的矛盾, 会对爱情有所破坏, 还有一些想读吞家财的人, 德性很坏的人, 都是来者不善, 虽然是血脉相连, 但是骨子里的德性, 是不一样的, 亲戚相处, 同样要亲君子, 远小人, 不要一概而论, 喜欢吃喝嫖赌的人, 诗仙李白在诗中写道, 人生得亦须尽欢, 末世金尊空对月, 有的人生活节俭, 一分一毛都精打细算的用, 也有的人花钱大手大脚, 信奉享乐主义, 很多人也正是信奉这种享乐主义, 他们会把自己赚的钱, 都拿去吃喝嫖赌, 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, 这种人只顾眼前的享乐, 从来都不会考虑未来应该如何, 这也就是所谓的醉生梦死, 和这样的人交朋友, 是没有未来可言的, 因为他们不在意未来, 只在意现在, 在外面工作时, 和喜欢吃喝嫖赌的人交朋友, 只会让你把自己的工资都花光, 存不到一分钱的, 白眼狼, 现实里, 这种白眼狼是改不了的, 他们逻辑就是, 占你便宜是我的福气, 你向我求助, 就是你的不实相, 哪怕嘴上说了句谢谢, 也不见得真心, 毕竟连最基本的人际规矩, 他们都不懂, 懂人情事故的人, 知道回报别人, 对等地给予帮助, 这是日常交往的基本规则, 而白眼狼呢, 帮了他一百次, 他连个回头看你的机会都不会给你, 举个例子, 你帮某个亲戚解决了急需的资金, 结果下次你有事想请他帮忙, 他立马找各种借口推托, 你想想, 这种人不就是在玩弄你的信任吗, 你付出再多, 最后也不会积累到什么善缘, 只会让自己觉得越帮越窝火, 跟这样的人交往, 真的没有必要, 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, 还让自己心里堵得慌, 藕断丝连的人, 年轻的时候有过失败的恋情, 总感觉失去的恋人才是更好的恋人, 即使明知是错觉, 也会自欺欺人, 现如今退休的老年人大部分上过山, 下过乡, 倘若数十年前在外地有过相好, 退休后要防止乡路非非, 更要防止死灰复燃, 往事之所以不堪回首, 是因为翻旧账就是了却情债的节奏, 曾经一笔勾销的情债越是深交, 重新积累的情债就好比如驴打滚一般, 连本带里直至在债务的泥潭越陷越深, 直至难以自拔, 对我们虚情假意的人, 有一种人表面上对你老实善良, 其实在背地里总是暗自讥讽你, 在别人面前把你说的一无是处, 这种人我们就要警惕, 老实善良的人容易听信别人的话, 也不懂得怎样去提防, 别人表面上是夸赞你, 其实内心是在笑话你, 做人无论如何都不要太老实, 有句话说得好, 道不同不相为谋, 如果别人看不起你, 连面子都不给你, 这样的人就不是善良的人, 所以你们也没有必要继续交往下去, 煽风点火的人, 煽风点火的人, 看上去特别有主意, 有主见, 其实骨子里思想偏激, 居心叵测, 别有用心, 很容易用激烈, 亢奋的言辞影响和控制老人的思想, 让老人在迷迷糊糊中上当受骗, 损失惨重, 如何识破这样的人, 这样的人往往说话很绝对, 喜欢贬低别人, 和这样的人互动之后, 你会觉得很累, 很疲惫, 好像情绪被掏空了一样, 之前的自己根本就不像平时的自己了, 言辞反复无常的人, 想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小人, 先听听他们平时怎么说话, 如果一个人今天说东, 明天说西, 言辞反复无常, 出而反而, 那么很有可能他就是个小强头草, 这种人往往没有坚定的立场, 和原则, 容易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, 风往哪吹, 他就往哪倒, 别指望他能对你有一份真诚的友谊, 他随时可能背叛你, 挑拨离间之人, 小人总是会制造一些真真假假的现象, 到处给别人挖陷阱, 挑唆别人的关系, 表面温柔和善, 背后阴险狡诈, 唯恐天下不乱,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, 小人会制造纷争挑起事端, 用离间计来激发竞争者之间的矛盾, 自己跟什么事都不知道一样, 表现出何事老的友善, 赢得对方的信任, 在遇到利益问题时, 拼了命给你使坏, 一分一毫都不会让出, 唯利是图, 把自己利益看得很重, 为了一点迎头小利, 就使出卑鄙的手段, 而且为了利益毫无原则和底线, 在背后耍手段, 这样的人最好保持距离, 少打交道, 人与人交往, 想要拒绝人, 或者善待人, 都是不难事, 难的是一辈子恨一个人, 或者善待一个人, 人的感情是善变的, 我们在遇到小人的时候, 当时会怨恨的, 和他划清界限, 但是过一阵子, 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, 和小人又混到一起了, 甚至同情小人的遭遇, 交友需谨慎, 以上几种朋友不要深交, 很容易惹祸上身, 有的人表面上是朋友, 实际上是坑害你的人, 他只是以朋友的名义, 算计你, 给你带来活适。